我们要讲一个故事公案 起心动力都是一 那这个故事是 有一位叫王春秋居士 他是一个消防队员 他们他在1994年秋天 他驾了一部小后车去撞到桥墩 因为他闪避一台机车 去撞到桥墩以后 整个人严重受伤 那受伤的时候 他送到医院已经淹淹一息了 当时他的肝脏破裂 肋骨折断 双膝的关节全部破裂 关节内的组织液 随着血液流入会脏 以及脑部而造成伤害 那么医生说 他要宣布变成 可能会变成植物人 当时 他的家人听到以后 非常的 悲痛 他的两位姐姐 都参加过 台湾中部有位法师 叫盐云法师 圆满的盐 英国的盐 盐云法师 他住是九十几岁 是一个非常慈悲的 佛教界的长老 他带领了一个放生团 他带领了一个放生团 叫莲齿放生团 我们也是跟他学习的很多 那我们的放生会 叫莲齿放生会 插一个字 后来盐云法师往生了以后 这个莲齿放生团 放生团 交给盐云法师 继续带领 后来盐云法师也往生了 再交给下一位法师继续带 当时这位 王春秋的这位消防队员 他叫王春秋 他的两位姐姐呢 都参加过 盐云法师的放生团 所以他们了解放生的 一年果报 他们认为呢 凡事必有因果 所以他们就到山上 去向他 师父呢 盐云法师求救 那么当时呢 盐云法师在疗房入定 他们两位姐妹呢 就到疗房外面呢 跟师父护教 他说师父啊 救命啊 救命啊 他师父没有开门 盐云法师就 盐云法师很慈悲 修得很好 就在疗房内回话了 他说救什么病啊 两位姐妹就说了 我弟弟 我这个 我弟弟呢 严重错误现在病危了 盐云法师马上问啊 你弟弟做什么工作啊 两位姐姐姐说 他做消防队员啊 盐云法师就讲一句话了 他说你问你弟弟呢 也没有 在有一次打火救命的时候呢 大夫之所没有把火灾掉 没有立即抢救 这个烟烈呢 生结 没有办法解开 现在只有放生才可以解冤世仇 解冤世仇啊 重爆轻受啊 受算延长啊 盐云法师跟他这样讲 他说 因果丝毫不闯 春秋是否以消防警察任内 对救火工作 游手 大夫见人受困活长 未立即抢救 如今烟烈生结 唯有放生 欢口解冤世仇 重爆轻受 受算延长 王春秋的爸爸说 我烟烈 花尽一切的钱财 来帮儿子祈福 希望能够放生救他的命 后来呢 他们就在台中港呢 买雾命 每天放生 不敢重挫 最后呢 钱也差不多都用光了 盐云法师讲一句话 他说呢 跟那个两位女众弟子讲啊 他说放生完命就好了啦 因为他爸爸已经把钱都用光了嘛 也放了很多了 也差不多 钱心钱力都去救了 最后 王春秋醒过来 他两个姐妹呢 也半信半礼的 到病房内去跟他弟弟 正在急救的时候讲 他说你也没有在消往任内 这个 他问他啦 你也没有在救火工作 是否有溃良心 只见呢 王春秋呢 泪水鼓鼓的滑落 王春秋泪水流出来 一定是感到忏悔 他大概也知道英灵国报 最后呢 他经过长期的复健 他行动虽然不是很灵活 但是还算自如 那么现在也从事警察消防的工作 现在每个月呢 都参加大放生华会 那么 王春秋呢 王居士呢 也 忏悔自己的往昔罪业 所以呢 地藏菩萨本言经说呢 难言福体众生呢 起心动力 无不是业 无不是罪啊 一切善悟 皆出自心 心能造业 心能转业 所以要戒胜恐惧 那么 从这个王春秋的这个公案里面呢 这里讲说呢 动物也是讨厌被杀 那现在 雾命不能够延长他的寿命 那你人如果生病 残悔了 有急救了 你也不能够延长生命了 所以养病呢 不可以杀生啊 嗯